颱風天總是意外特別多 而面對呢 要先防臺措施做好 但是在新北市三峽區 發生了這樣的事故 就在今天項目三點多中 當地的武寮里里長叫王金生 他開著挖土機穿梭在山路 疑似追求操作不小心的關係 直接翻車卡在山坡邊 而里長就被挖土機給壓住了 警消火棒之後 趕緊將他搶救出來 但最後還是不幸死亡 一輛綠色挖土機 就這麼倒栽蔥卡在山坡邊緣 同時風雨還不斷襲來 就怕一個不小心 挖土機會直接滾落山坡 場面相當觸目驚心 而武寮里的里長王金生 就被壓在挖土機下 再過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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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消人員接獲通報 趕緊出動機具 將里長救出 驚悚事件就發生在新北市三峽區 下午三點多左右 根據警方了解里長的小客車 現在此處受困 他才開著挖土機到現場 要拯救愛車 沒想到疑似操作不慎 又加上颱風 田嶺路滑 才會發生意外 來看路啦 有時候就看路不行 他就過來用 挖土機是他開的 他開的 里長當場失去意識 在送醫搶救之後 還是懸告不治 而道路狹小 也可見樹枝泥泞布滿地面 是否因為土石松滑才釀成意外 還得等待後續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志祥宏 中文字幕志祥 中文字幕志祥 感谢观看